以台湾的经济状况来讲 因为要年底的交捷器 所以说大概就会在经济上面有一些波荡 可是不会太严重或太离谱 就个人来说 如果你的命工、财部工、官入工、契义工、福德工做了天同心 那就表示你这个月份 其实都会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跟开心的状态里面 影片上的时候应该就是要转换到农历11月了 因为到年尾的农历11月 他刚好10月1号就是杨历的12月1号是重叠到了 可是前面的到12月5号这一段都还在走乙肝太阴化剂 那从12月6号开始 他就会走成丙是这个联真化剂 所以说在12月5号之前 你都还是会觉得有这个太阴化剂的状况 这个整年度的浴室运测包含个人的情况 我们会有现场的预测的演讲 结合我们学会的年会 大家可以来吃饭 听我告诉大家 明年你该要注意什么往南方向发展会是比较好 今年我们会安排我们学会的专业的老师 在现场免费帮大家个人来算明年的运势 要不然明年要赶快啰 那已经有很多人有感受到这个太阴化剂的情况 我们在前一支影片就跟大家讲过 你这一个小小的月份里面 你就可以感受到明年一整年度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放大 你在上个月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忧略症要爆发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想太多 明年整年度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明年如果你身边本来就有这一种 会比较想很多的 会比较胡思乱想的 或者是他的命功佛德功 饥饿功有苍许的 然后又碰到天际太阴的 你都要关心一下他 他可能会有这种忧略症的这种情况 都要注意一下 多关心他一下 那因为这是明年一整年 整年时间时间比较长 就状况比较容易爆发出来 要知道明年一整年的这种预示情况 每年我们都会有年运的预测 然后这个就要付费了 那这个付费的部分 我们一样的我们就捐给门诺医院 那今年可能会多增加了 一部分的钱我们会捐给三千种医院 那我们答应他们今天要捐一台救护车 所以可能一部分的钱会拨到这边 但总之长期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说长期赞助我们 连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些钱我们都是 不管你买多少钱哪个方案 一千 两千 两千 两千五 哪个方案 我们是全额全数 全部都卷出去的 不会去扣任何中间的制作 手续等等的钱 这个制作跟手续 成本都是由我个人负担的 所以了解一下运势 顺便做爱行 这样子 所以要知道明年一整年的 欢迎赶快来购买我们的 年运的预测的影片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那月运的部分走进来丙 走进来丙之后是连真化季 入水既走 连真化季要用canton化炉来布 所以呢 就告诉我们说 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其实刚是国立的最后一个月份 那农历的几乎是倒数 那个第二个月份 这个时候就要放宽心 轻轻松松 尽可能的吃喝玩乐 你的内心有任何的想说 我要不要来做点什么 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的人生 或者说我要不要结交一些 新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月份里面都会建议你 尽量不要 这个月份基本上就是躺平就好了 把自己吃胖一点都可以 快快乐的轻轻松松的 因为每一种四化 它都会有它自己一定的规律存在 它之所以会连真化季 中间要有天同化路 天气化圈 文昌化科 去整个组成最后 这个连真化季的结构 所以每一个星药的产生 那同样的 我今天为什么会要天同化路呢 一定就是因为 我的连真化季在那边 它是有个结构性的 有常常在观众我们现在 你就会常听到 我会讲这样的观念 包括我们对 我们年运为什么推得这么准 可以很精确告诉你说 好像今年很精确跟你讲说 中秋寇后会打方 明年过完年之后 还会再打一次 那这个细节在年运的会降 然后为什么可以很精确说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很清楚的掌握了 四化的这个变动 在这样的变动情况下 它每一个组成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 太阴不肯化科量次 那个更年时候 如果太阴化科天同就化鸡 对 那它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两个太阴化科 那一定有一组是不对的嘛 不然怎么可能 其他的路犬都刚好组成太阴化科 这样的逻辑是很奇怪的 也不合它四化组成的原理 那当然我们有专门拍一支 在讲为什么天象 该要化剂的这个影片 有很多历史的佐证可以跟大家说 那总之在这个月份呢 基本上啊 就是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那你会说 老师那我要天同化炉这么快乐的过日子 但是我同时间我也在天机化全 我同时间我也在文昌化科 其实就是这样 我希望我过得很开心跟快乐 但是呢我的内心的想法 又希望我要掌握到一些什么 并且我又想要被人家注意到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去做一些 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 你会想要去找 有没有快速解决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连真化剂了 要去避免连真化剂 其实你就是需要认真的天同化炉 去补它 你内心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需要告诉自己说 不要想这么多 我们就讨论过日子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知道 你能够掌握什么 你反而会知道说 在事情变动之后 我觉得天机星 你能够掌握到一些什么 你反而能够在这个时候呢 得到一些注目 那这个是整个月份的 大的这个局势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月份 会看到几件事情 整个国家的情况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权力的变动 比如说某党本来是谁当老大 在这个月份会确定老大要换任 某党就民众党了 也会有看到更多更多的这一种新闻 绯闻 或是说一些人际关系上面 犯道的一些事情 一些陶磁的纠纷 会有更多会出来 那能够安然度过这一段的呢 反而是过去几个月的 纷纷扰扰之中 各党派之间 安安静地不讲话 那个人 他就是可以度过最后难关的人 那以台湾的经济状况来讲呢 因为要年底了交捷器了 所以说大概就会像过去几个时间点 差不多那样子 也就是说或许在经济上面 有些波荡 可是呢 不会太严重或太离谱 那就个人来说呢 如果你的命工 财工 官务工 牵异工 福德工 做了天同心 那就表示你这个月份呢 你不管是你自己会这样子做 或者说你的工作状况 其实都会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 跟自己比较开心的状态里面 这样子的态度就可以去面对到说 如果你其他的工位里面 你有一些交了什么不好的朋友 或是有些什么问题 都容易去坦然面对跟解决 如果这个天同心是在六亲工位上面 夫妻 兄弟 仆役 这些工位上面的话 那就表示说 你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 多跟大家吃喝玩乐 也可以增进甘情 如果说你的命工 冠入工 财博工 有做到天机星 那表示这个月份是你多一份收入 或者是说掌握一些权利 或者是说改变一些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但是呢 因为它是天机化圈 所以呢 你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跟以前不一样 或者说你要有一些转动的念头 你就可以掌握得到那个权利 文昌化科 如果在这个月份 你有任何的考试应征等等的事情的话 而文昌刚好是在你的命工 冠入工 财博工 签益工 都表示应该考试会顺利 如果你考试不是很大的考试 比如考驾照这种事情 比如说夫妻工也可以 它是冠入工的对工 这样子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作品要发表 也会是在这个时间点 会是比较好的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 大家都很害怕的那个连真化剂 如果你刚好是连向同工 而丙年生 你就刚好会形成行求假影各 就连真天相会在那个舞的那个位置 然后走丙的时候 刚好是晴阳进来 然后有一个连真化剂 那需不需要很担心呢 因为这是流月 除非你的大线有出现这种状况 比如说那是你的大线的命财官之类的 否则这个一个小流月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大概就是容易被开发单 容易收到一些 比如说你什么东西忘记叫 容易收到一些发单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如果说它是在你的人际关系的行为 的工位上面的话 就要注意这个月份 容易跟这个人 或者这个方向的人 比如说普义工 容易跟朋友 就有一些本来讲好的 然后实际上后来毁约这样的事情 那除了这组之外呢 其他的连真化剂 坦白说都还好 你只要去想 你要尽可能的 不要跟人家纷争 尽可能的不要其他的想法 大概都可以躲得掉 这个连真化剂的问题 尤其是在你 如果是在你的命功 关中财不功的话 迁一功这些东西 都要去注意说 我在这个月份 我会不会特别想要去做一些 以前不敢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月特别想要去做 通常做下去 就有些麻烦 如果是在六亲工位的话 比如说 补义 夫妻 这些迁移 你都要注意在这个月份 会不会有烂桃花 会不会又 坏朋友出现 会不会跟人家有一些 人事上的纷争 总之 即将就要过年了 今年的过年比较早 今年过年一月就过年了 所以我们再下个月份 基本上我们会先停更 因为再来 我们就会讨论主要是年运的部分 但是我们会在新春的过年前 我们会小小先来一段 年运的小的预测 但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还不错 我知道每年我都有一些粉丝 会买我们的年运 希望大家来购买整个年运 因为我们把这个钱要卷给门诺医院 谢谢大家